一起來歡迎第一位 邱綺瀋來到我們現場 邱綺瀋25歲 苗栗仁 厲害… 她的工作我很欣賞 真的喔 對啊 我們剛剛很欣賞她的工作 各位 她這個工作真的是厲害 賺大錢的行業 她賣什麼東西呢 賣傢俱 什麼樣的傢俱能賺錢 二手傢俱吧 有一些那種復古傢俱 對 古董家俱 古董跟二手有什麼兩樣 古董是比較 乾脆給大概一個台階理就說 古董二手傢俱 古董二手傢俱 可是古董家俱聽起來 妳不講蔡淑貞會講 古董…不一樣 古董是比較老 比較可能在唐朝 對… 我覺得應該是把別人不要的傢俱 然後修改再生 變成另外一個傢俱 我覺得應該比較另類吧 感覺不是有那種 是燒給過世的那種 是不是那種 恭喜 真的 對啦 非常接近 但是她這個是只做的沒錯 國人用的紙椅子 妳跟阿嬤解釋一下 妳這個玩意兒是不是 可是那跟燒給誰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啊 一般人也可以用 一般人也可以用 妳借的朋友也可以用 妳的傢俱 一張椅子要價一萬八千元 今年已經賣出四百多張了 小富翁耶 真的耶 怎麼賺啊 用紙做的 你當初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對啊 那個是一個作業 那就是會想要做 做比較好玩的東西 好玩的東西 用紙做椅子 它是科班的 科班 科班 它學這個的 所以這是它的作業 你是學哪一個 工業設計 工業設計 妳的椅子有什麼特點呢 而且紙做的會不會很難 紙做會不會割到屁股 或者是做不穩呢 不會 因為紙 它有那個柔軟性在 所以不會割到 會不會做一做的樣子就跑掉了 然後那個力量就是一個 這個要力學原理要 對 它有一個結構在 結構 那個蜂巢的結構 那麼一張一萬八 怎麼賣得出去呢 對啊 平良心講 一張沙發一萬八不算貴 不是沙發 就單椅 單椅啊 一萬八是它可以變沙發 可以拉到給十幾個人做 十幾個人做 聽到沒有 真的嗎 對 有沒有防水 這也很重要 咖啡一上去我要掛了融化 那怎麼掛點 這個水上去應該就掌香菇 我們在跟你講紙巾的話題 掌香菇 我覺得還滿好的 還可以在那個鳳與鳳之間 可以種一些小草什麼的 見鬼的話長出金針菇來 直接就 那就是多功能的沙發 他說你申請的專利這個 對 申請 這一定要的 不然會被偷學 哪一些地方有專利 現在應該美國 歐洲 台灣 台灣應該也有吧 日本 日本 然後呢 就這樣 他說可以拉長變十幾個人做 對 為什麼原理可以讓一個紙 拉長到十幾個人 這你就不知道了 結構 結構 結構啦 設計的問題 所以還真的是要看到才知道 好不好 當然也有可能她是假的 不好意思 只因為妳長得不誠懇 所以很多人對妳 大家都對她也沒辦法好不好 旁邊先休息一下 好 謝謝 秋吉省利用創意發明了 百變環保之意 還獲得了多國專利 哇 真是太了不起了 接下來歡迎我們 第二位徐雅涵來囉 歡迎 徐雅涵 八歲 好可愛喔 真的… 哈囉 好可愛 而且今天穿的跟我們有戴 妳好啊 跟大家say hello一下 大家好 叫做徐雅涵 今年幾歲啦 九歲 九歲啊 全台灣最年輕的 各位 她是一個Lyrist 同時也是一個Composer About Jazz She's an artist Yeah 是藝術家 藝術家 很可愛 妳是個作詞作曲家 對 妳會寫歌 對 請問妳的歌詞都在探討 人生的哪一個方面 哪一種面向 敘事一種生活比較多 譬如說 嫂子賣餃子 實在好吃 這個一定是看見節目才吃 實在好吃 這個汉子吃餃子 實在好吃 嘴裡面吃的是餃子 心裡面想的是餃子 實在好吃 對 好 妳的歌有寫比這一首好的嗎 在美國會懷念這首歌嗎 沒有耶 沒想過 我教妳寫歌的 沒有人教我 自己學 五十字通 那妳有…妳有會的樂器嗎 會寫歌手歌嗎 妳有學過樂器嗎 有 可以 學什麼 我會沙克斯風 Oh my God 可是沙克斯風要很大力耶 那個氣要很足耶 妳有腹肌嗎 真的嗎 沙克斯風那麼長 拖在地上吹啦 沒有 學多久 一年 一年 還有什麼樂器 除了沙克斯風之外 鋼琴 鋼琴啊 好有氣質喔 還有什麼 還有呢 爵士鼓 妳學的可多了呢 好多 還有呢 手風琴 我們節目時間夠長嘛 讓她打所有學的樂器 妳會吹沙克斯風 也會打爵士鼓 妳會吹牛嗎 不會 牛 對… 我會吹牛 寫了三十幾首歌 真的假的 對 她才九歲 她寫三十幾首歌 聽說有一首歌還賣給王妃 真的假的 只是王妃最近承辦退休狀態 所以沒有考慮 就沒有考慮 好 這樣好了 我跟妳講 隨便講出一首妳寫的歌的歌名 講歌名就好 我好好奇喔 好 名稱 香草咪咪 是有香草味大的咪咪嗎 香草咪咪 是媽咪很喜歡吃香草冰淇淋 你看我們大人的心有多dirty啊 那咪咪是一隻小貓咪 我們就想成什麼 對啊…我們也是香草咪咪 香草咪咪 這個OK… 那麼六歲的時候就參加創作比賽 第一首歌擊敗600多人 拿到全國創作第一咪 阿布 有可能嗎 其實有可能啦 六歲嘛對不對 而且這個世界上 就是不時會出現那種天才兒童 對 音樂 畫畫 來… 最一開始是什麼讓妳想要學樂器 是聽了誰的音樂呢 什麼時候開始 應該是父母吧 一開始應該是被逼的啦 後來是因為怕打 是嗎 是爸爸媽媽叫妳學的嗎 對 從幾歲開始就學了 從四歲 四歲就學 厲害喔 那妳自己覺得好不好玩 好玩 我跟你講 等一下如果是真的話 就真的帶來她的作品 自彈還自唱 自吹還自擂 有沒有看到 好不好 旁邊先休息 年僅9歲的徐雅涵 是位爵士樂創作神童 6歲就拿下了全國創作冠軍了 酷喔 好 第三位黃曉芬來囉 歡迎 黃曉芬 23歲 台北人 好 黃曉 瘦瘦的 各位 她的工作 妳猜一輩子都猜不到 對啊 因為看起來就是很正常的 一位年輕人 她是在什麼地方上班妳 環保署是嗎 環保署啊 以位糾察隊 有這種工作嗎 有耶 就是專門在這個嗅覺判定員就對了 她來判定就說這個味道是香還是臭 有沒有超過人類嗅覺所能負荷 這就是以妳的鼻子為標準 對 那是要經過檢測才能擔任這個工作 就是之前有一個新聞 就是臭豆腐太臭 所以要罰錢的那一個 花店太香香到隔壁也不行 花店也不行 對 過 由 不急 超過 或者不急都是不好的 對 這話說得沒錯 沒錯 所以妳是專門開人家罰單 沒有 我們是負責就是檢測說 開罰單是別人的事 對 到罰單的標準 對 所以妳是經過那一家店 然後一聞不對 然後就趕快去告狀那個人 沒有 通常是 不要不要 通常是民眾檢舉 比如說他覺得就是 隔壁的臭豆腐太臭 然後他會跟我們檢舉 妳就去聞 對 會有現場採樣 對 採樣到 然後我們是負責檢測 味道也能採樣 可以… 拿一個塑膠袋 然後把空氣包起來這樣 有可能 對 原來有幫助 就是壓空氣進去的 對 然後就是採樣收集回來之後 然後我們負責檢測 所以妳沒有要到當地去聞 而且他們都不能擦香水 也不能化妝 就當天 當天都 而且六名判定員同時來進行 來聞味道 就是說一個採樣回來了 到底這個合不合格 六個人一起來聞 這樣也比較公正一點啦 是嗎 就是六個人分成兩組 然後兩組輪流進去 對 然後 對 就是它會先稀釋濃度 然後就是開始來判斷 我來一個深入的味道 請問你聞得到皮障的味道嗎 比這個還厲害 那什麼 妳上廁所 妳能不能知道 剛剛上一個人吃了什麼東西 這樣就聽到 那也就很屎了 太深了吧 沒有特意要聞 但是剛好都會聞到 黃小芬是全台最年輕的 嗅覺判定員 明明的嗅覺 還因此拯救過全家人呢 厲害喔 看來今天的三位來賓 都相當了不起 不過還是有個人在說謊喔 趕快把他抓出來吧 為了給他們6秒鐘的時間 把他選出來 時間到 棒棒糖 你覺得是幾號 1號 太不誠懇 可以誠懇 會嗎 他就起來很老實 一連可以做500多萬的生意 他來我們節目裡面幹嘛 對啊 對不對 騙頭告費的 對…來混的 好 所以你選1號 阿杜爾 阿杜爾 我覺得也是1號 也覺得是1號 為什麼 妳選1號是不是 那我告訴妳 差一點 差一點 那1號辦好了 你特地來有這個差一點 來… 蘇貞 我還是覺得3號怪怪的耶 就是我覺得味道應該是像那個 我們測聲音的分貝一樣 是有儀器來測 怎麼會有人的鼻子測 我覺得是3號 因為我感覺聽他講話 他有種在背或是很急著 要把所有他知道的東西 都講出來的感覺 3號 5 我也覺得是3號耶 你也是覺得3號 對 因為我也覺得 應該是有一種儀器吧 就是可以 沒人權2號嗎 對啊 真的喔 我也覺得3號耶 你也覺得3號 有點可以 大家完全相信小妹妹呢 可能認為小孩子不會說謊吧 但真的是這樣嗎 看解答囉 4 3 你們正確談 正確談又下來 請揭曉 3號 OK 2號耶 打拓 打拓 阿董 噴到你們的歌迷了 但是我跟你講 確實有這個行業 有… 你問他你就會 只是他不是 其實他講得算滿真的耶 對啊 好厲害喔 來… 來 各位 前面這兩位竟然是真的 想先看哪一個 第一位 第一位已經在擺臭臉了 擺臭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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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正義人不露相 1號請到我們前面來 各位 價值1萬8千元的椅子 也來到我們現場來 進來… 其實我有看 負斯益百變質疑大公開 過這個 7省 這個也可以做嗎 這個是手風琴吧 這個也可以做 可以耶 好危險 坐不穩啊 這個也會歪啦 但是有很舒服的感覺 很舒服嗎 我知道他怎麼樣做才會穩 你把腳這樣子 這樣 一邊 不是 然後另外一隻腳 這樣 這樣 這樣子 好難看喔 好醜喔 我覺得小朋友不喜歡耶 很舒服 舒服喔 妳如果用這個還可以練腰力 有沒有 對 還可以運動 腰力往後退 妳怎麼肢體這麼僵硬啊 對… 真的耶 這個 會不會拉成那個十幾個人 三個人做的… 好聰明喔 有沒有看到年輕朋友們 把你的主意發揮出來 就可以賺大錢了 真的可以做耶 好酷喔 好酷喔 真的耶 真的可以做耶 超舒服的 很穩耶 很震撼嘛 來 前面看一下 它可以有很多的變化 對啊 還可以變圓的 變圓的 我覺得很酷耶 應該很多種 變圓的 對啊 好可愛喔 我覺得很多公司啊 那種廣告公司 它不可以放這種 KTV啊那種的 對 很有型 對啊… 對啊 我們也可以依照那個 家庭的… 顏色也好看耶 的那個形狀效應 更變 對 好酷喔 就看一座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做耶 難怪這個人家 要拿世界專利的啦 對啊 這一定有 來幫她再次掌聲鼓勵一下 對啊 太有創意了 比較小的 好可愛 Flexible 所以你們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看到這張椅子 心裡面有很多的感動對不對 對啊 淑珍…妳剛剛這種男人不錯 對啊 我剛才講的 因為他的人長得看起來又誠懇 是不是你家是做男人 超誠懇 你會轉啊 對 我們剛剛有說嗎 你家是做家具的嗎 做工業設計 工業設計 你父母是不是很以你為榮 對啊 還好吧 還好 太客氣了 這個很棒 還好耶 開發一系列的家具對不對 又環保 有啊 對 好啦 厲害 我們到她設計的工作室去看看 好不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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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圖一圍的椅子就是我設計的 當初坐這張椅子出8點 就是以環保會出8點 那… 所以… 在材質上我使用我的滑人工具 可以… 來做 那… 他也被回收再利用 不要命名牠的時候 其實想了很多名字 那… 後來因為牠可以自由地變化 那… 家家就是 牠這滑人工具 想要就是 派入這個地球 所以就去 當然出處也是出自獵人 因為我們喜歡看獵人漫畫 學士樂小神童 情深悠揚Live Show 嗨 各位 那麼今天這個鋼琴擺在我們面前 好厲害喔 這個小朋友就坐在鋼琴的前面 就猶如洋雞隊 我們這個S投手就是什麼 王健民的背號是一樣 沒錯 事實擺在眼前 對 我們也是以你為榮 以你為榮 你會看到我的消息 不是 以韓韓 還有王健民 嗨 鍋翅 什麼都講 什麼都講 沒有 開玩笑的 好 這個而且是爵士的對不對 對 爵士很難 對啊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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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爵士樂本來就這樣 不要笑 好難聽喔 這首歌叫 她已經被妳嚇呆了 她沒有反應 妳是不是要彈什麼歌 香烤咪咪 就是那個香草咪咪的 很好棒喔 那我們現在可以表演囉 好 詞曲都是她做的 自己寫歌自己唱 好厲害喔 開始 好會彈喔 吃肉肉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個怎麼那麼多人 想想想想想想你 星期天的早晨走在陽光裡 喵喵喵的你 喵喵喵的你 呵呵呵的我 星期天的黃昏我冰咕咕咚 垃圾呼噜噜 能吹花辣辣 冰淇淋的甜蜜 能划我和你 喵喵喵的你 呵呵呵的我 星期天的花魂 我兵不孤单 垃圾呼噜噜 能吹花辣辣 冰淇淋的甜蜜 能划我和你 喵喵喵的你 呵呵呵的我 星期天的花魂 我兵不孤單 好厲害喔 好棒喔 好好聽喔 妳也不錯 妳好可愛喔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叫稚氣未脫 對 她才9歲嘛 可是就是這樣子唱歌起來 就有她自己的味道 對 太棒了 太棒了 而且今天妳看 坐在鋼琴旁邊有沒有 然後一坐下來妳就想點歌 就想點什麼 賺到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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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阿翔在那裡 都去Piano巴那種的 然後就9歲 來… 阿渡… 怎麼樣… 非常好 在後面聽了都 發呆啦 發呆 妳不是一直都在發呆嗎 妳是聽不懂的 這麼好聽妳 聽說她快要推出自己的專輯了 馬上要做唱片 對啊 現在出道越來越早 8 9歲就出道多 對不對 到這個15歲的時候 她已經出道7年了 真的耶 你趕快再生一個 一出生立刻把她丟到那個攝影 真的嗎 來…妳們很可愛對不對 真的 好棒喔 預備 歡迎收看大魔鏡 首先要介紹的是我們上一週的霸主 彭啟宇先生 今天她剛剛遭遇到的對手 是上一週由我們三位霸主自己抽籤 江柏全先生出面應戰 那這樣是老的啦 好 現在就來歡迎彭啟宇的表演 神奇變 變 變 終於贏得霸主扣關賽資格的彭啟宇 活力十足 蓄勢待發 今天的她能贏得一萬元的扣關獎金嗎 要緊急著想妳的心或是雞蛋 妳比我清楚還要後所明白 愛的聲音會然然瘋狂地勇敢 It's party time! Somebody stop me! Let's roll this joint! Let's rock! Somebody stop me! Somebody stop me! That's not it for you! Let's rock this joint! Let's rock this joint! Let's rock this joint! Concept! 词曲uestas 他很像 词曲概念 会有那么多的 没这种 scaffold 敢哄 죄还摄取 你CH 是 還酷啊 好帥喔 因為我們上一周老師是講 要出的題目是物質轉換 對啊 就剛剛我們看到有轉換什麼東西 有啊 球就不見了 球變拉圖 對啊 對 竹子 再變球 竹子變眼鏡 變鏡子 對 變鏡子 然後那個球又變成蜘蛛王 對 蜘蛛王 還不錯 不過他那個感覺上滿帥氣的 對啊 然後找回以前表演的感覺的 非公司他比較適合做洋派的表演 對… 馬一口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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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我們請劉謙老師給我們來講評一下 這一段魔術 我必須要很殘忍的說一句 剛才大概出現了15個魔術效果左右 大概有10個都是穿幫的 以我的腳不空 而且我現在沒戴眼鏡 我以這麼遠的距離我大概都是可以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這個地方我覺得不對 這個地方要好好思考一下 這是魔術的基礎觀念的問題 就是你要知道要用什麼地方拿東西 什麼地方放東西 什麼地方變出東西來 這個地方是這個基本觀念的問題 它最後的地方其實不用說 我大家也看到了 蜘蛛絲還沒丟出來 他已經自己打開來了 這個地方 對 劉老師其實你並不殘酷 真的 真的就是認識 對… 是啦 真的 其實對不對 我不用講 大家有眼睛的應該都看得到 對… 所以這個地方要稍微修改一下 其實他舞真的跳得很好 對啊 這個地方我看得出來 老師 您這個 是不是希望他改行呢 他一直 掌聲給我們劉老師鼓勵一下 謝謝老師 所以我們今天這幾萬塊塊的 探背 其實這個素季如果被江柏雄老師 幹掉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玩 演藝生的發展 帥哥一個耶 真的 好 掌聲給我們 這位同學 你好 好 鳳麒鼓勵一下 好 接下來 就是要為我們大哥大省錢 上一週被抽中的這位 江柏全老師的表演 第一屆的冠軍霸主江柏全 在兩個禮拜的修身養息後 今天將卯足全力 為了保衛叩關獎金而戰 他能夠不負眾望嗎 好帥 謝謝 好帥 好帥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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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喔 用鼻孔的吸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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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喝下去嗎 結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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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什麼 變白色的 漏線 真的蛋… 這麼圓的蛋 弧度 水 荷包蛋 對… 真的… 還熟的 有了 不要記住 記住… 真的嗎 這個小雞 小雞 要煮小雞了 真的嗎 小雞 一燈小雞啊 掌聲鼓勵 好酷喔 太精采了 好厲害喔 真的 好驚訝 光是這個小雞就已經隱無入生 對啊 我差不多已經有40年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這麼小的小雞 好可愛喔 真的沒看過 老師的表演不錯 對啊 說說看… 我覺得在他們家很棒耶 就不用養牛就有牛奶喝 然後也不用養雞就有雞奶喝 都會唸出來的時候 對 但是只有一個我就看到 發現那個蛋為什麼 你不能一向把它吃掉 又不是很大的蛋 吃好幾口 演完以後還在那邊 表演的一種嘛 那是鋪陳的 我知道他醞釀那個補出來 對…鋪陳那個 好 那要請老師講評了 劉謙老師為我們獎牌 好的 開完姜伯爾拳的表演 又讓我帶起以往大魔鏡的回憶裡面 好 魔術呢 我們大概分成兩個 兩種學習的方式 兩種類型 一種就是手法 技術性的魔術 就是不靠任何的道具 每天大概苦練… 然後最後練成很犀利的手法 或超強的技巧 另外一種就是靠道具 使出一些有機關的東西 有一些秘密的裝置等等 我們看到江柏全老師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技巧 他使用道具使用得非常好 所以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魔術的精神 就是不管你是用手法還是道具 能夠讓觀眾覺得有趣神奇好玩 這個就是 對…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小雞這種東西出來 讓大家都很開心 為什麼一定要用高難度的手法呢 不用嘛 你把腳踢在空中拋來拋去 拋來拋去拋來拋去 讓人家不點得開心 可是這樣子我們大家就覺得很高興 對 優點講完 接下來我就是要講 那個江老師對你臉上那副眼鏡 是有特別的感情 那是特別的貴 為什麼你每個是一定要戴著它 因為單眼皮眼睛很小 所以不戴眼鏡不好看 可是劉謙老師有說過 眼睛是魔術表演一個很重要的靈魂 所以我每次都要很麻煩把鏡片拆掉 然後… 對啊 有點太普通了 你身上穿得那麼有造型 就眼鏡戴太居家的眼鏡 像阿公的老花眼鏡 阿公的老花眼鏡 對不對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戴菲哥那個眼鏡 就有型了 我相信會好一些 菲哥應該叫他戴一下 對啊 再一次 戴一下嘛 說不定喔 對啊 型就不一樣 哇 好新的 張飛與江波全的變裝秀 馬上搞笑登場 謝謝老師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戴菲哥那個眼鏡就有型了 我相信會好一些 我相信會好一些 菲哥應該叫他戴一下 對啊 再一次 戴一下嘛 說不定喔 對啊 對啊 真的帶來看 型就不一樣 好鮮喔 角色入換 這倒一點… 真的有差耶 真的有差耶 真的差很多 對 菲哥一戴上那個眼鏡 當場氣勢就降低了50% 所以那個眼鏡我個人覺得 是有扣分效果的 這個一定要回去好好思考一下 再來就是 說真的 你今天表演溫馨可愛的魔術 你衣服穿越太過於霹靂 所以我覺得這地方有點不太搭 其實你可以穿得 稍微再柔和一點的衣服 像陳蕾那種就OK嗎 就是比較本土跟基有呼應 柔和過頭的 有那個呼應的感覺 就可能可愛的T恤牛仔褲 可愛T恤牛仔褲是OK的 不能甚至那種吊帶 吊帶褲卡麗卡麗的那種 這樣就很可愛 我覺得我一直以為 你可能會隨時要來一段霹靂舞之類 結果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造型 跟表演內容有點不太搭調 還有一個地方 小細節就是 你用鼻孔在零空吸飲料的時候 我建議可以加一根吸管 看得會更清楚 因為如果只是光做動作 有時候看得不太清楚 尤其在遠一點的距離的話 你的動作沒有辦法表達很清楚 如果你插一根吸管 就很明顯 對… 對… 這個地方小細節會最困難 強強效果 對 更有畫面 所以魔術在編排上的 有些細節 如果能顧慮到的話 加分加很多 掌聲鼓勵 謝謝獎老師 好 我們請Erik老師跟我們講評 其實你的衣服跟你的表演 真是不合 尤其你看你那雙鞋子 真的耶 這日本很流行耶 這日本很紅的 很流行 然後我是很佩服你一個事情就是 我滿欣賞的 就是從搭毛巾開始到現在 那麼多挑戰 你還可以弄那麼多杏花樣出來 這不簡單… 有用心喔 對喔 真的很有用心 可是問題來說 你剛剛把牛奶變濕精的那一招 怎麼會灑滿地呢 你說那個牛奶真的是有灑出來 基本上是不要灑出來比較好 正常是絕對不能灑出來 這樣喔 這是一個很大的失誤這樣 好 還有很緊張 就是你變的時候會發抖 還是有 基本上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因為老叫而已是不是 好 OK 大致上是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好 兩位老師的評語也講完了 好 現在我們就請彭其妤 一起到這邊前面來 好 今天我們這兩位其實表演的 都非常的精采 那麼大家心裡面 應該也有一個定數 沒錯 那麼現在我們就開始來評分 看看我們彭其妤呢 到底有沒有扣關成功 開始評分 終於獲得霸主扣關賽資格的彭其妤 再次把魔術和舞蹈相互結合 然而面對冠軍霸主江柏全 卻緊張到穿幫連連 他能夠扣關成功嗎 今天比賽的分數很接近 好不好 紅都拉斯勾的是江柏全老師出局 你說說看你是站在什麼角度上 其實我覺得像我們這個彭其妤 其他今天表現的雖然有一點緊張 不過他整一個流程 他一開始的那個背叛那個歌 就讓我有點感覺 那是有創意的啦 有創意 還有什麼 可以這樣以後我不敢做評審 秀琴勾的是洪祈宇 是 其實我還滿欣賞他的表演 但是江還是老的辣 我覺得年輕就是本錢 你還有很多時間可以練習 也許跟老師差不多年紀的時候 你也可以跟他一樣 就是越來越進步 這樣嗎 是啊 吉吉也是高 馮淇宇 因為我本身非常非常看好他 我覺得他未來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 未來前途 但是 因為我覺得就是要刺激他打擊他 然後失敗為成功之母 他才會越來越好 對 而且已經開始這個屁股真的很棒 這種話我以家長的角度 我不愛聽 品冠 我覺得其實我在選的時候 很緊張 我還沒講過 我還沒講過 我還沒講過你 希望你就講我就不宣布了 你怎麼勾的 我選了挑戰者失敗 對 因為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的魔術是很高階的 如果他的手法上眼神動作 都很OK的話他一定贏 對 我覺得他只是欠缺可能練習 練習不夠 還有不夠自信 我覺得這個部分 稍微就輸了一點這樣 對 好 雖然我們來賓評審 這個一致大部分都勾在彭琦 這邊 也就是出局的意思 我們兩位老師呢 劉謙老師跟陳廣生老師勾的 卻是相同 好厲害喔 所以彭琦 到底有沒有機會再連續叩關 還是說今天就出局了呢 現在宣布結果 好緊張 兩位老師的評分是站在同一邊的 念到名字的人 可能要離開我們現場 彭琦 加油… 所以這邊我們要非常謝謝 我們江柏全老師 為我們省了一萬塊錢 對 掌聲給江柏全老師鼓勵一下 對 也請江老師再度登上我們的 霸主寶宗 女士榮耀 帶走 接下來我們是來一塊欣賞 非常職業 讓大家非常有安全感 看起來很舒服的一段魔術表演 那是由劉謙老師給我們答應 英魂不散 歡迎劉老師給我們表演 對 很多時候魔術師表演 是不是介藥文學 這些特殊的道具 其實不用 借來的東西就可以 借來的東西 現場只有戒指 老師 這個可以嗎 好 我看 那個好閃亮亮喔 我看一下 這太貴重 這個 太貴重 老師 你不能說我的便宜嗎 這個對嗎 有紀念價值嗎 就是平慣的戒指 是 好 對 所以我把它放進皮包裡面 平錢袋 在裡面 聽到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把它放進這個玻璃杯 目的是 讓所有的人都能看到 這個戒指現在目前所在的位置 對 是在這個皮包 知道這叫什麼嗎 棉花 棉花 好 再放一塊棉花在這邊 這是一條繩子 上面呢 鑰匙 有一把鑰匙 看得到嗎 看得到 這是我們家信箱的鑰匙 好 現在仔細看 鑰匙綁在繩子上 對吧 品光的戒指在包包裡 包包在杯子裡 對吧 接下來要做這個表演呢 事情只發生在一瞬間 如果你眨眼睛就看不到了 仔細看 等一下 老師 我可以蹲下來看嗎 可以 只要妳高興 仔細看喔 好 好 這是在哪兒 這是在哪兒 怎麼可能 因為戒指鎖頭了 怎麼可能 出現了一把鎖 鎖上面鎖的是品冠的戒指 要出現了 但是包包還在這邊啊 對啊 聽品冠親手把包包打開 好生氣喔 怎麼可能 打開...導播看一下這邊 裡面是 可惡嗎 還有嗎 裡面有東西 鑰匙喔 怎麼可能 好厲害 好生氣喔 好 用鑰匙 打開它 這支鑰匙呢 原來就是 打不開 打不開 好 大家給瓶匙拍拍手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天啊 好厲害喔 老師 沒有任何缺口耶 好 接下來呢 好厲害... 好 賭博裡面最重要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手氣 手氣 每個人都覺得說 有時候可以拿到好牌 怎麼玩一個晚上都拿到好牌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手氣好 這是一般人的說法 魔術是有另外一種說法 這代表你對好牌有共鳴 有共鳴 好 我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共鳴 首先有一座撲克牌來做實驗 好 成熟各位所見這一副 每一張都不一樣的撲克牌 好 首先呢 伸出一隻手指頭 好 這些撲克牌裡面呢 我先把它弄亂好了 好 弄亂 然後我的牌攤在這裡 請你隨便碰任何一張牌 這...這張 這一張 這張牌呢 你拿去看 我可以給他看嗎 可以看 我也想看 也可以給我看 為什麼 可以給我看 因為我不是要拆牌 我只要做共鳴的實驗 給大家看 好 給大家看 紅星六 這張紅豪六是你隨便選的 對 好 從裡面隨便選出來的 現在請這樣子 我把牌放在這邊 請你把你的左手 然後十指再伸出來 放在上面 五秒鐘 一 二 三 四 五 好了 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好可怕 你的手呢 再也離不開這張撲克牌 不可能 現在呢 有某種不可思議的聯繫在裡面 好 我來做個解釋好了 好 還是紅星六不會變啦 好 我現在把它放到裡面去 弄亂 好 好 剛才妳的手指有伸出來 好 我現在把牌一路這樣子撥下來 妳在喜歡的時候 隨便把手插進去 對 隨便插進去 對 這一張嗎 這一張嗎 對 看一下 是什麼牌 來啊 一彎多厲害 我們三樓一起吃 我們再來吃... 摸一盤... 你靠到我音 不是 老師看 串通喔 你跟老師串通 沒有 串通好 紅桃六放進去 所以現在不知道在什麼位置 不知道在什麼位置 好 一樣 我把它弄亂 好 剛才妳的手指頭 一樣 我這樣 老師一定要用同一隻手指頭嗎 一定要同一隻手指頭 是喔 換人可以嗎 老師 等一下 我們再試試看 這一張嗎 看一下 這一張 看一下 卡到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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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那麼壞人的話可不可以 問得好 現在告訴各位 最恐怖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這種現象會傳染 有啦 妳管 麻煩妳伸出妳左手的獅子 那老師 我需不要跟他這樣子 對 來 獅子 五秒鐘 要觸電嗎 要 1 2 3 4 5 好 一樣 我把破壞弄混 不知道在什麼位置 請妳呢 用兩隻手指頭把牌 拿一疊牌起來 一疊 對 一疊 好 幾張都可以 好 拿起來了嗎 好 我先跟妳說一下喔 這是妳隨便拿的 對 妳切到的是這張牌 對 妳如果多切一張呢 妳會切到紅桃式 對 少切一張呢 妳會切到方塊Q 對 看一下 看一下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怎麼可能這樣 好可憐喔 好 秀琴妳拿這個 好 麥克風給我 洗牌... 好 心機好痴 好 現在這樣子 妳來撥牌 對 就這樣... 對 然後讓平冠把手指頭插進去 剛才那一隻 真的嗎 可以... 他洗過牌囉 來 好 插進去 剩下的牌環果 上面是方塊Q 看看這張是什麼 妳看... 我先說我沒有碰牌喔 對 就是你沒碰才恐怖啊 他洗過牌... 平冠插的 看一下這上面這樣是什麼 這個我不敢確定啦 好痛喔 不是 是你真的爬到1 沒有...他在那邊拿到身上 怎麼會這樣啊 好恐怖喔 為什麼 這一次呢 平冠 現在要妳傳染給他 好害羞喔 放在他的嘴唇上 5秒鐘 好 數慢一點喔 感覺真好 好 1 2 3 5 4 5 5 好 謝謝 我先把牌一張一張發到桌上 好 妳在喜歡的時候 隨便說停 我用手指就可以了 這是一種方式 或者另一種方式是 妳隨便說一個數字 比如說8 我就發到第8張 隨便妳 我說停好了好不好 妳說停嘛 好 準備囉 準備了 我隨時都可以說嘛 停 這張嗎 對 那就是7嘛 我手上拿了這張嗎 妳確定這張嗎 我確定 好 我們鏡頭不要移開 導播鏡頭不要移開 別人家說我偷換牌 妳如果晚一點說的話 妳就會說到這一張 對 早一點說的話 妳可以說到這一張 不要殺我 天啊 天啊 非常謝謝 對 我的名畫 嗯 對 我們 對 我們 我們